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部分呢 就像医官所写的联格 所谓联格呢就是当时的一些高级武将 它要显示自己的文化的素养 还有一些教养呢 必须得具备的能力 所以用现在的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软实力 那当时这些的联格 就是在它就是臣服了 封城正存之后 在进度生活 在当时跟一些文化最顶级的文化人呢 一起去交流 然后去写的一些的合歌集 一些脸歌跟合歌 这一部分的剧 这一部分主要就是 最近才公开的 非常珍贵的一个文物 没关系 啊 阿鹅蔑 这个、它学否它维 물론 这一部分繁衅 Whatsin 或是 好 画经不要 然后 将杀 stock 採论 人时 一段階段 谷 士 一個散散出來的平衡服 我們可以看到最上跟上次兩軍對戰的情況 左右兩塊 這邊是屬於上參加的 這邊是屬於後面的武將 中間這個就像一光的模樣 很可惜的是當時的那個 因為是後世人說想得出來的 很多的一些部分並不可信 而且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的 謬誤在裡面 但是也是非常珍貴的 很僅有的去描述當時一些的故事的 一個重要的歷史材料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來的時候 希望也不妨來這裡看一下 然後我們要看看 最後一個是這塊大旗 據說是當年 最近戰爭軍的時候 戰爭家從戰爭的 那個跑的部隊裡面 所載取的那個 戰爭這家 直戰部隊的那個軍情 是可以說是一個戰利品 然後就保證到現在 是一個非常珍貴的 去說當年那場非常激烈的戰爭的故事 這兩個文靈 這個呢是 這個呢是 然後留下了痕跡 原本呢這個頭盔呢 並不是這模樣 中間那個建設這個部分呢 是後來到那個最上端的子孫 把這個頭盔寄贈給這裡的 歷史館的時候呢 是只有兩邊的狀態 最終中間那部分是沒有的 後來經過專業的那個頭盔 那個收護師把它給補上去 成為一個狀態 但是仍然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頭盔 已經有四百代理的歷史了 都是第一堆的 那給我 所以隆掉了 在那在 armor 謝謝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有非常多《最上一光》的文书,文物 然后呢,现在看一下《最上一光》的名称呢,在日语里面呢,是现在在练Yoshiaki 原本呢,在战前时代呢,还是以为它叫Yoshi Mitsu,因为一般我们都练Mitsu 但是呢,经过它亲自的去发信息的时候,把这个名称刚好标了音,原来它叫Yoshiaki 后来完成,能够正确的把它的读音给融清楚 那最后呢,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这里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文物 据说是它的那个紫飞棒,里面呢,虽然是一个铁棒 大概呢,有86.5厘米 在上面呢,就写了一个,有一纸文字 就写了一个,它是一个有发生 有发生异光 在最后面 据说呢,就是它当年就是经常在商场里面使用的一个紫飞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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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